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今天的活動呢還有一個蠻重要的 就是上市雪碧的這個活動嘛 他有送一個箱子那今天終於可以把他打開了 那打開之後呢你可以他發現他有兩個道具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這個雪碧的這個使用書 雪碧的製作秘籍 好那第二個是雪碧的珠子 那怎麼用呢 就像我們用藍布在製作那個 抽藍莊一樣一樣先點那個製作書然後再用這個珠子 然後雪碧珠子他登錄的時候要1萬塊 然後登錄之後會產生這一些裝備 那左邊的話這個是白色到綠色的裝備那這個是 藍莊中間這是紅莊 紅莊或是紅武那這邊的話是藍莊跟 我們來刷一下 他基本上這邊好像都是綠褲啦或者是一些綠色的東西 主要比較有價值的就是這兩個 那我今天有聽一些網友他們說 這邊的話大部分都是會抽到這一個 好那這一個最好的是什麼 目前我看到的 頂多就是 異界 異界的這個裝備啊 那異界的裝備 就是 給這個 龍鬥士用的 異界 裝備就是給龍鬥士用的 算是基本裝啦 那我們可以來抽抽看 因為 這個活動如果當初你都有參加 齊的話 應該會有12個 應該會 應該會有12個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抽抽看會有什麼東西 好那這邊啊 解放的步槍像我現在玩的是槍手 他拿到解放 他拿到這 拿到這紅武是解放的步槍 呃 目前我看到都是這一把 如果有的話都是那一把 沒有那個惡魔王 步槍 好那這個活動我是覺得 呃我是覺得就是刷刷運氣啊刷刷運氣 我都可以看一下這看一下這些寶物這是白色的 白藍紅藍綠 大概是這樣白藍紅藍綠 從左到右 白藍紅藍綠 異界 所以如果比較好的話大概刷到這邊是 綠色吧綠色的話是比較好的 不然其他就還好 好那我們現在有12個嘛 我們就以這個中間 哎呦有有惡王護槍好很好我們就以中間這個為主我們就來 製作花120萬去給他製作錢 來我們來看一下會轉到什麼東西 來 這是第1個哈第1個 能不能加速 白裝 那再來第2個呢 1萬塊 又是惡魔王步槍好我們再抽抽看喔這個內容好像跟剛才是一樣 我們就拼那個惡魔王步槍好了 看是不是哎呦又是一樣的東西 正常發揮嗎 再刷刷看有沒有惡魔王步槍 好惡魔王步槍再來 來 綠褲稍微好一點 再來看一下 解放步槍 惡魔王步槍好這一次的話基本上就不錯基本上一定會拿到綠裝 異界盔甲這基本上一定會拿到的 當然會希望拿到藍色的話會好一點 好正常發揮 那再來我們刷一下看有沒有惡魔王的 這個的話也是保底綠綠裝 好正常發揮 這刷一下 再刷一下 再給他刷一下 好惡魔王的 好就拼拼看喔 這個每次都抽到最左邊 最左邊那一件 每次都抽到最左邊那一件 碰碰運氣 一樣惡魔王 我還每次都出現最左邊那一件喔 所以我們現在改變一下策略 左邊出現綠裝我們就給他 買下去 哎哎哎哎 按照 好這樣子 異界長靴喔 我們就賭他出現這個 異界長靴 出現最右邊的了 好再來 現在這樣好我們就直接下了 這樣就直接下 不是最左就是最右 這樣看起來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不是最左就是最右 刷新一下 有綠色最保底有綠色我們就刷 好異界長靴好這樣子 中間就不報運氣了 機率太低 他連出現第2格 左右兩邊第2格的那個機率也很低 就是藍裝的部分機率也很低 來刷一下 這個 長靴跟斗篷 再刷一下 長靴跟盔甲 呃 斗篷跟盔甲 再刷一下 欸 靴子 好我們刷這頂這個頭盔 好 又是軟泥帽 再來 好又是軟泥帽 再來 看有沒有異界頭盔好了 鞋子 這個真的 出現機率也太高了 好有頭盔了 來給他刷下去 好有頭盔了來給他刷下去 耶就是鐵褲 應該拿頭盔也不容易 再來 鞋子 好 好 哎呀 過了 我要鞋子 好就這樣 我們最後一個把刷下去 這個活動基本上我是覺得是給 鬥士的啦 就是給鬥士的一個裝備 好那我現在全部抽完了 結論是這樣子 好這幾件 其實我覺得看到這個 白色的基本上就把他掠過去 就花個 那個一萬鑽去把他刷過去 好那其他的就給大家參考 就是 主要是有異界的裝備啦 我少了那個 異界的頭盔喔 那這樣算是有龍鬥士的基本裝了 好 那 這個雪碧的製作秘籍呢 這 活動 提供給 大家參考 那 下次 我們在錄個影片的時候呢 希望能夠歐洲一點 抽到好一點的東西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